美哥卡卡今天要来台湾 那么昨天参日本的时候呢 她是不改搞怪的作风 以猫熊的装扮来献身 在日本的综艺节目 卡卡开玩笑的说 因为呢她在日本这段期间 吃了太多的竹子了 所以呢变成了猫熊 女神卡卡出场 她半身镂空 露出里面的黑色丝袜 脚踏白色球鱼鞋 脸上戴着大墨镜 原来镜片背后有玄机 女神卡卡一拿下墨镜 露出猫熊装 现场不断的惊呼 卡卡神色自若 还在镜头前摆出pose 让观众可以再靠近一点 看看她的最新造型 英国媒体则嘲笑 卡卡所在的地方是日本 亮出了猫熊装 该不会是搞错了 把日本当成中国 不过聪明如卡卡 地理尝试应该不会这么差 因为她不是第一次画猫熊装 早在前年的12月8号 她与小天后梦汉娜 马里希腊等艺人 受要为英国王室表演 她就画了猫熊装 配鲜红的宫廷礼服现身 连见过大风大浪的英国女王 都忍不住笑场 而这次来到日本 卡卡扮成了猫熊 制作单位 则搬出了国宝级的卡通人物 送给卡卡一只 全球独一窝的 Lady Gaga凯蒂猫 卡卡当场说 要抱着她睡觉 看起来相当的爱不释手 也形成了猫熊 抱着凯蒂猫的奇观 今年期晚黄瑞报道